立委黄国昌罢免案公办电视说明会还没开始 支持罢免黄国昌志工已经聚集喊口号 图观天下有限电视提供分享 立委黄国昌罢免案就要在12月16日投票 新北市选举委员会今6日上午在关天下有限电视摄影棚 举办立委黄国昌罢免案公办电视说明会直播 立委黄国昌令仙人孙继正都出席 从地方建设到同婚等一提进行正面交锋 说明会还没开始 外头已经有一群支持罢免黄国昌志工已经聚集喊口号 孙继正一到场立刻引起现场民众加油支持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罢免案12月16日进行公投 新北市选委会举办台湾首次电视罢免说明会 两人各有两轮发言时间 每轮各12分钟 由领先人孙继正先攻 安定力量主席孙继正先碰批黄国昌根本忘记自己选序的需要 并且进一步针对交通提出质疑疑 之前证件圈票票包括细齿捷运机高速公路匣道 并且拿出帽子直移 黄国昌发放挺立委的帽子干扰罢免 立委黄国昌上台发言时 先是强调这段时间在选区有三个服务处 团队也都很认真在经营 并且也拿出手板绣出自己的证件执行 及立院问证程机回应 强调每天都在履行立委的职责对手提出的交通也提出 针对长期困扰细致的交通问题也要 新交通部台北市及新北市政府组成了细致交通跨政府平台 立法委员黄国昌的罢免案投票将于12月16日举行 也台湾选举史上首次罢免投票 说明会录制内容 接下来9日周六晚上7点到8点再关天下集红树林 有线电视第三CH公用频道重播 也欢迎民众准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